大家觉得怪物会害怕人类的军队吗 今天我们熊熊就讲一个 二战时期的威胁之谜 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 五名美国大兵 奉命驻守一座法国古堡 这里可是一座大豪宅啊 食物充足 九十管够 而且还没有随时掉脑袋的风险 这样好的差事 那座梦都能消醒啊 这几人是兴奋地准备迎接他们的假期 可走到古堡门口 这才发现 事情好像有点不得劲啊 之前驻守在这里的士兵 全都横七竖八的藏子大厅里 这怎么回事 真似被套跟一米八的大床睡腻了吗 这些视频看到五人啊 就忘了都见了旧心一般 他们神似惊恐 数码结结巴巴 这没过一分钟啊 就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了这里 甚至连行李都没来紧拿 大家也都觉得奇怪 队长在古堡内转了一周 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地板上的抓痕 仿佛有人被拖拽了很紧 烧回地毯上 还有四个人点 这古堡中究竟发生过什么 很快啊 这诡异的事情便再次发生 大黄小声微微放松一下 第一次划着火柴 自己就灭了 第二次再划着 好家伙这又灭了 等到了第三回 这火柴是仍然得不着 大黄就纳闷了 这到底什么情况 突然啊 他听到背后直开一声 走过来静着门开了 这大黄掏着小刀 慢慢靠去房门 可走近一看 这门竟然是关着的 他扭扭把手 门已经上锁 这时的有点疑惑 难道是炮弹声音听太多 耳朵不好使了 于是大黄转时离开 可就在他背后 门是再次打开 镜中出现了一个嗨 等到了晚上 五个人坐在客厅聊天 而就在这会儿 头顶是突然传来着脚步 接着就是声聚下 这五个人的神经 是顿时紧绷起来 在这座舞炮里 除了他们 难道还有别人 几个人是立刻断气枪 来到楼上 可是一个人也都没有发现 之前的脚步声也早消失 只不过这在某处角落里面 传来了巨大的摩擦声音 循例声音啊 他们来到厨房面前 按照队长的指令 开始倒出三个数 三 二 不过 这还没数到一的时候 门离自己打开 这也给两人吓得 手里的枪握得是更紧了 走进房间内 一个黑色帘子 雪怪的中间 这两人对视一眼 拉开脸子 一个人影 直接出现在窗户上 但是风吹吹 这个人影又不见了 两人这才长述一口气 他当他们回到客厅 那奇怪声音又出现了 这一次是从壁炉里传来 咳咳一下 两下 似乎地下有人 正在敲击钢管 这杂乱之中 还有规律可循 不快是对长 那立刻反应过来 这正是摩斯电码 眼镜哥拿出直笔 按照敲击顺序 一个一个连接起来 我 哪来的我 不就咱们四个吗 等到了晚上 帽子给一个人执行 他举着枪 盯着外面的风吹走动 却没发现 就在他背后 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声音 正在直勾勾地盯着他 从他的背后 缓缓飘过 神秘的古堡里 究竟藏着神秘吗 时不时吹来的阴风 对到两个门门 还有那不知来有的奇怪的响声 眼镜哥在地下室里 发现一张全家符 应该正是这座古堡的前住人 可还没让眼镜哥看起照片 突然 眼镜哥身旁的蜡烛 莫名熄灭 整个地下室 再次显入黑暗 可等他把旁边的蜡烛 再次点燃 回过头就发现 照片上的人 已经不见了 他坚信自己一定没有看错 这座古堡 绝对不知己 为了搞清世界真相 毛子哥和眼镜哥 来了阁楼 发现了藏在地毯下的一个法阵 眼镜哥是立刻飞过来 这是一种黑魔法 纳粹在杀人之前 都会举行一种神秘仪式 以此用来镇压死去的冤魂 不过 这个是说草草草就到 小队接到了简报 在晚上 会有一只几十人的 德国军队路过 可他们只有五个人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每个人 最少对付十个敌人 我的老天哪 这怎么可能啊 于是有人提出 咱们还是赶紧留吧 这个古堡本来就剩人 当个逃兵 没啥丢人的 能保住命就好 每当几人上了手的案 那怪的声响 是再次出来 眼镜男又一次拿出笔记本 摩死密码破译 如果 你们 离开 然后 他的手就像被人抓住一样 直接失去控制 那是在纸上 歪歪拧拧写下两个文字 呦 呆 连起来就是 如果你们离开 今晚就闭死无疑 几人都不知道 这算是警告还是提示 队长最终所决定 小队还是要留在这里 和德军一拼 横竖都是死 还不如攻击生了 他们把古堡灯全部关掉 把大门停锁 除了举手帽子哥 其他人全部找好掩体 藏了起来 祈祷德军会以为古堡已经废弃 转身离开 别说啊 这德军还真转头就走 可就在关键时刻 古堡内又传了一次巨大响动 德军是立刻掉头 从窗户里扔出一个手柳段开门 战斗也是正式大响 只剑大黄是飞身扑着手的弹杀 但又一起被撑上了盾 帽子哥箭撞立刻夹去一枪 当下给人大呼报仇 内神一枪一个 但无需发 其他几人是奔于反抗 短时间内竟然站在上 可时间一长啊 他们也都渐渐支撑不住了 各自被逼到的角落 更选一些 这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古堡内的神秘力量 仿佛在帮他们 只见一名德国士兵 被鲁鲁鲁鲁鲁鲁 被鲁鲁鲁鲁鲁鲁鲁钢 然后转进玉缸 德国士兵拼死敏扎 可他越挣扎 内部力量越大 最终是被登场逆死 而另外一名德国士兵 被绑在椅子上面 活活烧死 还有一种尸体 选在空中 勒伸他的 正是自己的一耐 这没过多久啊 古堡内的德军 全部联合本 古堡内的鬓地 都是他们的尸体 眼睛能看着他们的尸体 想到了自己 在地下室 找到那本尸机 而那本日记的主人 正是照片上的一家死狗 他们呢 本是一家富裕的反复家庭 就在二战期间 因为好心收留太人 被纳粹发现 直接惨遭命了 而今天的三个德国士兵的司法 和他们家当年如出一辙 看来 这正是他们回来复仇了 既然这才是稍微放心 毕竟 他们的复仇对象不是自己 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可是到了第二天 这队长来的鱼缸旁边 也差点了 这又怎么回事啊 我又不是纳粹的大姐 此地还是不宜久留 队长带着剩下三人 是赶忙离开的古堡 可没走多远 队长被突然停下 远处出现了一群难民 直接帽子哥是举起了举一枪 看清那些人之后 背后整整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这群人 就是他们去古堡路上 遇到的一群难民 连衣服都一模一样 当时帽子哥看见 对母女可怜 还把自己搜刮来的大鸡牙 送出去了 难不成 这陷入了某种奇怪的循环吗 等到了晚上 竟然正在树林休息 茂兹哥梦到自己回到古堡 被用水果掉在空中 等着端端起来 博得上居然真的有泪痕 而旁边的地上 出现了一个陌生单词 维特布莱克 队长虽然是逃出了古堡 可走了三天三夜 最后又回到了人地 看来古堡的主人 并不想这样放过他们 这下他们猜测 这古堡主人 怕不是想要他们帮忙 安葬尸体吧 可这尸体到底在哪儿 这个问题 只能是当面问问了 等到了晚上 士兵在客厅里 洒满了面粉 静静地带着 果然啊 这脚印是以一个借格出现 随着小命令的结醒 士兵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闭上眼睛 不敢要面对发生的一切 而坐在中间 被拖出了古堡 其他人立马又跟随 来到了古堡旁边的小屋 刚进门了 他们几人游戏换结盘 顿时被捧一口药 无法进行 等到清醒过来 他们已经到了小屋的地下室 招到了他们一家四口的尸体 这竟然是人的恶臭 将尸体拖到院子里 细心埋葬 这下总可以离开这里了吧 眼睛男检洗地上一张纸 跟日记本中丢失的一页正好几何 可这子群也都会发现 他们竟然又错了 这一家四口啊 那可是正解的阿富汗人 而维特布莱克这个单词 在阿富汗中 就是起死回生的意思 也就是说 埋到图里 他们就会复活 没想到就在下一秒 这眼睛男人抬头 一家四口已经写出人心 站在门口 直勾勾地看着他们 几个人端起枪立马开始射 可他们毕竟是什么呀 人类的武器对他们来说 是一点都没有 相反 这战斗力是越来越强 几个人被拖着拽着 从这一头人的内口 甚至要手练到他们身上 都是一点都没有 大家马上就有掩起 可那四人的身体 竟然有电子屏幕 被他伸出 如同是全息影响一般 等到队长再次惊醒 他已经躺在了冰床 他适合的床又起来 可双手被绑 头上还带着奇怪的一气 他掀开了被子 这一米八大长腿 只剩下了一半 队长的记忆终于清醒 他们五人 其实正是反抗成队 去阿富汗 包括险人撤离 没想到的是 恐怖组织提前赶到 他们五人躲得墙壁夹藏裂 那时眼睁睁地 看着险人一掐被残日杀害 任务失败 在他们准备返回的时候 这侥幸躲过屠杀的妻子 直接抱着炸弹冲了出来 大荒衣就扑着上去 等到炸弹爆炸 这几人是上场惨不惨 刚刚的实验 就是要帮助他们 治疗战后的性能创伤 可是这实验 如果是为了治疗他们 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么痛苦呢 但是没得多想 实验室的灯光开始闪烁 引起全部失灵 队长突然想到 险人妻子在灵子前说的一句话 他这会儿才明白 这句话正是去咒语 正是对他们五人 面对屠杀冷眼旁观的诅咒 队长明白过来 他们的鬼魂 早已入侵了模拟电子系统 所以他们才会在实验中 不断地回到火爆 但这时系统出现了问题 几个人的生命也借强死去 队长要求医生 把自己送回阿富汗 他要重新选择 可等队长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又一次回到了树林 一个鬼影站在他面前 相应的火苗忽灭灭 不出意外 天灵之后 他们会再次放过古堡 接受这无尽循环的折磨 本集到此结束 本片叫战争幽灵 本集问题 你觉得现实中 会发生古堡里那些零事件吗 觉得会得发三个一 觉得不会得发三个二 这本片的结尾画面 跟开头一模一样 象征着无休无止的循环 这也是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恶果 它不仅夺走了人们的生命 也让无数人的灵魂 遭受着无休止的折磨 本片开始是惊悚片 看着看着 成了串云的科幻片 不过还算好看 推荐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大家记得长按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